神龙一生OK悟空瞬间体力全满 聚集了全人类的元气 但以势如破竹的威势 终于将魔人不殴炸的连细胞都不剩 在这瞬间悟空许愿他来是能做的好人 到时候我们再一决胜负 时光如梭转眼十年过去 悟范终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 和比迪丽结婚两人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而悟空每天还是坚持对悟天进行训练 虽然这小子还是菜的一皮 悟空一抬头才发现布马贝吉塔夫妇 已经在一旁等待多事 布马率先吐槽都不知道去看望他们 悟空呆呆地回答也才五年没去而已嘛 这把布马搞得一阵无语 突然悟空盯着他认真观察 突然远方飞来一个女娃娃 得意地对悟空报告已经绕地球飞购一圈 他正是悟空的孙女小芳 别看他小的可爱 但马上要开始的天下第一舞蹈会他也要参加 悟空劝贝吉塔也一起去 因为这次会有一个特殊的家伙回来 就这样热闹的天下一舞蹈会正式开始 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主持人 在这之前先把镜头给到18号 不得不说长得是越来越有味道了 选手们都自信勃勃准备抽号 唯有一个长得黑黑的农村小伙 被这场面吓得不知所措 面对别人的嘲讽他只会乖乖地听着 反观小芳则活泼地表演倒立走路 突然被一个小虫子干扰身体一个不稳 直接横穿擂台撞上一个大块头 大块头不善地将大脑袋凑来 只把他吓得大裤逃窜 抽号开始小芳还正好抽到大块头 悟空在不欧的帮助下 成功排到那个叫欧布的农村少年 贝吉塔立刻明白欧布反过来就叫不欧 他正是魔人不欧的转世 分完场后第一场比试直接开始 大块头率先嘲笑小芳不回家吃奶 在这里凑什么热闹 而小芳则乖乖地认真面对 比赛一开始他一个瞬意上来 就是一个大理兜 只把块头扇得满脸通红 而他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块头刚站起来再次一脚踹出 大块头直接重重砸在墙上比赛结束 趁比赛休息间给大家推荐款龙珠手 里面有塞亚人队伍 宇宙人军团 而且现在上线就送返利活动 赶快点击左下角获得你想要的超级英雄吧 小可爱认真的向观众鞠躬 撒旦外公直接从楼上跳下 Needed的询问有没有受伤 第二场悟空与欧布的战斗开始 可这小子实在太怯场 根本拿不出真正实力 见此悟空只好对他嘴炮嘲讽 这让欧布不由疑惑成立 人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当悟空说到他父母时 他再也忍不住全力爆发凶猛冲出 狠狠一脚踹出虽然悟空成功防御 但那惊人的力量使他手上一阵发麻 而欧布的攻击还在继续回手一拳 直直把他打飞 这样才有意思 两人瞬间激战开始 虽然欧布力量齐大 但从未受过训练的他战斗精艳实在太守 很快被悟空抓住破绽 随后快速跳上空中重重砸下 被镶进石板中的欧布全身变红直接冲出 心中默念绝对不能输 因为来之前向爸妈承诺过 一定要赢得奖金建设乡村 此时悟空已经灵力冲来 念对攻击他用身体生生扛下 随后激战再次开始 天赋极高的他竟在战斗中快速学习技巧 两人站得有来有回 欧布逐渐已经可以给悟空中床 悟空闪身间抓住机会一脚将他踹飞 坐在地上的他脑中不断重复绝对不能输 浑身突然爆发强大气息激起碎石 然后快速踩着碎石冲击 而悟空老家伙怎会被这么直白的攻击打中瞬间躲过 这下欧布可惨的强大惯性下 直接掉到擂台边缘 没掉下去的他刚松一口气 擂台轰然坍塌紧急兼悟空飞来一把将他拉起 看着这么天才的少年竟然连飞都不会 悟空当即决定当他师父 直接告别琪琪和大家 安慰安慰舍不得的小方 在主持人猛逼的神情下 直接带着欧布飞向远方 至此龙珠自于圆满结束